新闻脱口秀 如果可以说走就走 想去新疆伊犁赏花的哥哥 大家好 我是亦凡 如果说可以说走就走 我想去稻城亚丁 爬雪山 踏草原 逛森林 赏湖泊 据说这里的风景 能缩了川西的美景 凡是见过便无法忘怀 我曾经看过这么一句 西林鸡汤说 人的一生至少需要两次的冲动 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 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爱情可遇不可求 旅行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咱就说说如果可以说走就走 大家更愿意去哪呢 欢迎大家留言 参与方式就在屏幕下方 这说走就走的旅行 已经近在眼前了 好好计划一下 说点下我们马上来说新闻 头条新闻必须说说咱们辽兰 昨晚CBA第二组半决赛 第一回合打响 辽宁对阵浙江 比赛很是精彩 最终7人得分上双的辽宁 是以119比103大胜浙江 1比0率先得得赛点 首节双方一度展开僵持 赵俊伟表现抢眼 标准三季三分球砍下10分 后半段辽宁凭借韩德军 在内线的优势打出一波 13比4将差距拉开到11分 节末浙江反击仍旧不温不火 首节结束辽宁30比19领先 四节浙江加强防守 球队利用快攻一度将差距缩小到6分 关键时刻赵俊伟表现出彩 连投待罚 帮助几队重新稳住局面 双方分差再次被扩大到10分以上 半场战霸 辽宁59比45领先浙江 下半场比赛 辽宁始终掌控场上局面 无前命中个人首计三分 帮助几队将差距缩小到10分 节末无前被祸下后 浙江的攻势再次熄火 辽宁再先一波6比2将差距 一举拉开到17分 末节辽宁继续多点开花扩大领先优势 差距逐渐被扩大到20分以上 后半段浙江反击继续疲软 胜负提早失去悬念 最终辽宁以119比103大胜浙江 在三局两胜质的比赛中 1比0领先对手 昨晚的比赛中 队员们在球场上全力以赴 球迷们在看台上也拼尽全力 有的喊哑了嗓子 有的喊出了泪水 这辽兰到哪我们到哪 因为什么呢 我们非常热爱我们自己的球队 然后呢这一场我们面对这场丑走 我撒了瞬间我就感觉已经好了 我就满血复活了 我还能喊 我还能为我们球队加油 一二三出 我爱辽兰 一二三出 我爱辽兰 有更大的动力 还是感谢他们 我们也肯定会全力以赴 一二三四 我爱辽兰 配合一点都不默契 太差了 整个比赛的场面真是太燃了 看新闻的时候 还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 我这个心啊 真的就是天上地下忽悠忽悠的 我就不跟你配合了 你自己那心先忽悠一会儿 你口号都喊不起 明晚辽兰还有一场 对阵浙江南兰的比赛 到时候呢 你接着在个心里边忽悠 好嘞 下班咱们说一条 万物极可上天的新闻 说近日呢 山东维方国际风筝会开幕了 形式各样变换无穷的 数千只风筝是占领了天空 令所有参观者是大开了眼界 这特技风筝节目 更是把风筝放出了 无人机表演的感觉了 当这个放飞的 有21个风筝同时升空的时候 就可以变换出1921 还有2021各种各样的字样 这个节目从构思到 正式放飞呢 用11个月 他们先用电脑呢 把字体样式呢 制成flash动画 给每位队员呢 打印相应的这个位置图纸 并牢记走位 开始彩排 每位队员呢 手握四根风筝线 通过左右手控制的 看着就跟那个无人机操作一样 不停地变换走位 是呀2020年这个风筝队还创作了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的风筝作品 2019年团队创作出了2019祖国万岁的作品 在本届围方国际风筝会上共有1600两28只形态各异的风筝参加了比赛和表演 空中斗法 空中斗法 而且晚上的时候特别好看 因为很多风筝可以发光 看起来就跟那个UFO一样 最夸张的风筝是一只280米长的龙头屋 这可是28个人耗时48天制作完成 堪称世界最大风筝 放起来就跟那大飞机一样 所以网友们都在感叹说 真是万物皆可上天 小伙伴们快看 天上有动物眼 这个还有就是喜欢风筝 还有像我这种 还高一点 要治这个颈椎病的 治颈椎病的 不妨去为妨看看 感受一下这风筝文化 我觉得你俩抬头看完这个天上的动物园 我接着要说一说地上一列 满载着希望猪羊成群的火车 说和猪羊一起大乘火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4月16号在四川的潘枝花 有游客在一列火车上看到成群的羊和家猪 那么有网友会问了 这是一列什么样的神仙火车呢 其实这是一辆扶贫的慢火车 从浦熊到潘枪花是要历时9小时7分钟 经过26个站台 全程票价最高是25块5 最低是2块钱 老乡们是通过乘坐慢火车 把土鸡 土鸦 刮过蔬菜运出去卖钱 孩子们搭乘慢火车实现了自己的求学梦 年轻人通过慢火车走出大山到城里打拼 还要告诉大家 其实慢火车并不是四川独有 全国有81对慢火车正在穿上越岭 载着大家驶向春天 那接着呢再说说今天的咱们这个互动话题 我们来看网友们的评论 有网友叫做沙漠之 张磊磊少说了 我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想去海南三亚游玩一番 我觉得挺好 这个时候呢 阳光沙滩多美好啊 然后呢沙漠之狼说了说走就走走不出被窝 趁着午一下期一次让你睡个够啊 然后呢还有横说了去西安看兵马俑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 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的熏陶 那接下来呢把时间继续交还给咱们的两位主播 好嘞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热点新闻哈 最近呢一段维权是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 4月19号第19届上海车展开幕当天呢 在特斯拉汽车展台里有两名女子 身穿也有刹车失灵和特斯拉标志的T恤 站在一辆特斯拉展车车顶高声呼喊 特斯拉刹车失灵 警方第一时间就将维权的女车主带离了现场 事后证实维权车主呢是被行政拘留5天 也公开道歉了 承认不应该采用错误的方式来维权造成不好的影响 但是对于车子的刹车问题绝不妥协 本以为这场维权车主靠着这样的极端方式 多少会吸引起特斯拉方面对于汽车故障展开调查 但是特斯拉的某位高管当时是这样回应的 对不合理诉求不妥协 在这则回应当中 这位高管还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新产品发展必经的一个过程 随着自一生的此起彼伏啊 特斯拉方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0号晚间 特斯拉发明表示就未能及时解决车主的问题 申表歉意并成立专门处理小组 尽全力满足车主诉求 从数据来看 去年开始 特斯拉关于刹车失灵的问题就没有断过 海南海口浙江绍兴河南安阳都出现过同样的事故 但是迄今为止 特斯拉的回应都是什么 路面存在积水 女性踩刹车力量弱等等 甚至还甩锅国家电网 对此中消息发生说企业经营的首要前提是要尊重消费者 没错 而面对消费者的投诉企业要认真倾听真诚协商 给消费者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作为汽车的生产者 企业掌握相关数据应当是利用专业知识严格自查的 技术优势不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阻碍 现如今特斯拉方面已经发文表示 就未能及时解决车主的问题 申表建议并成立专门处理小组 尽全力满足车主诉求 并提供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原始数据 给第三方鉴定机构 或政府指定的技术监管部门 或者消费者本人 希望事情可以彻底解决 还消费者一个公平和安全 不要再把消费者逼到车顶了 是啊 消费就得放心消费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寻味辽宁之旅 咱们继续给大伙说说美味的好喝 朝阳地熏鸡和六号肠子 大中午啊 这折磨我们的时间又到了 熏鸡不用煎炒烹炸 开袋装盘就是一道菜 撕一块铃皮带肉 肉丝相连 那个吃在嘴里的感觉呀 肉嫩软烂 哎呀 话不多说 咱一块看看吧 拉仇恨 山林乡间自然生长的溜达鸡 浑身散发的都是运动的气息 自然肉质鲜嫩 再配上老汤四个小时的闷煮 优质棉白糖这么一熏 绝对瞬间征服你的胃 要想来点新吃法 撕成鸡丝跟配菜 陈醋 蚝油和辣椒油这么一半 齐活 拌好之后呢 这个颜色看着就非常好看 孩子吃呢肯定也特别有食欲 咱尝一下 这道菜加点陈醋特别的爽口 吃起来呢酸酸的放点辣椒呢 味道呢也会更提这个鲜味 加上这种酥菜呢 吃起来既有这个鸡肉的这种 有酱鸡的感觉呢 酥菜呢又脆脆的 夏天平时做饭的时候 来这么一道凉菜肯定是一抢而空 朝阳的老铁们对于吃鸡的研究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熏鸡这么简单 品质高的溜达鸡 在这里还被做成了熏茶 举名六号茶 这可是朝阳当地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我们选用优质的鸡胸肉为原料 经过角质 斩拌 使用天然的猪肠衣 工人手工灌制 灌制完成之后 经过蒸煮 熏制 熏制而成 我们每根肠的肉含量 能达到65%以上 淀粉含量低于10% 是我们朝阳人喜欢的独特的口味 真材实料的六号茶 沿用34年不变的配方 保持着大伙最爱的老口味 吃上一口 瞬间找到了童年的记忆 切着吃 炒着吃 烤着吃 当然还能油炸吃 因为它这个肠衣呢 是用猪肠做的 这种天然的肠被炸完之后呢 就特别的抛 咬起来呢 酥酥脆脆的 而且这个里面的鸡肉肠 能可以看到 它还是比较嫩的 吃起来这个口感呢 贼丰富 而且因为是油炸的嘛 啥东西炸了都肯定好吃 这个呀就是越嚼越香 优质原料做好肠 熏酱选用溜达鸡 味道经典吃不腻 五一春游都带它 怎么样 有没有看馋 说不了了 想尝尝馅儿的朋友呢 就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屏幕这个位置的 二维码了 来关注北斗融梅的 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 北方嗨购 鲜香美味营养丰富的 朝阳熏鸡 还有六号肠 五一出游 咱们正好吃起来 我想告诉你的是 到时候得赶紧吃 尤其是六号肠 因为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 你想一手熏鸡 一手香肠 再配碗面条 是不是就完美了 来一份大碗宽面啊 前几天 大连几位消防员 也想吃碗面 结果把网友们 给吃得暖呼呼呢 对 4月18号凌晨的事 大连干警子 消防救援大队的 张前路站 接到报警电话了 说辖区有个杂物堆 突然起火 还把旁边的小果园引燃了 消防人员 奋力扑救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把火扑面 15名消防员 也是又累又饿 可那会儿大半夜的 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了 有一家面馆还开着灯呢 这消防员们呢 也不知道人家 还能不能开火啊 就想去试试看 其实那会儿呢 张家正准备关店休息 锅都刷完了 面也没有存货了 这要是换了别人进来 老板肯定会说 大烊了 请回吧林员 但是进店的是谁啊 是消防员啊 满身泥土 一身汗水的消防员 老板呢也没含糊 立马就重新热锅 重新和面 让消防员们 吃上了热乎乎的面条 而且就那一碗面 那量是特别的大 你看他们就是刚刚出完现场 肯定是又累又饿的 觉得他们特别辛苦 就给他们的面加了量 最关键的是还加了肉呢 还专门办了小菜 最关键的是还不收钱呢 对老板说了 你们吃面不要钱 是啊 他说啊 真不要钱 你们这么辛苦 请你们吃几碗面 算得了什么 就当是我的一点欺翼 手啊 一直捂着那电子付款码 就说什么也不让付钱 对不能付 你看这一边是非要付款 然后另一边呢 就说什么也不收 再僵持一会儿天都亮了 那怎么办呢 也撕吧 给孩子的 撕吧 撒 咋办呢 消防员再三感谢了 老板之后呢 离开了 当然走之前呢 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举动 来听听下面这段 在凌晨1点20左右 消防员出完现场 到我家面馆 看他们满身泥土 一身汗水 然后想给他们 揉碗热上面 让他们吃饱 本来想给他们免费做的 没想到他们走了以后 给我扔下了300块钱 接着完毕 看到非常脆弱 我经不起了波澜 你的存在在 您看 瞧瞧地留下300块钱 感动了老板 也戳中了我们的心 面是热乎乎的 这画面看得 我们也是热乎乎的 用消防员们的话来说 吃饭必须给钱 这是纪律 实际我们走心地想一下 刚出完现场的消防员 一家本要打烊的面馆 共同让这个凌晨充满了温暖 这碗面真的是暖呀 下面是一组说天下的最新消息 说国家卫生健康委 21号消息 截至目前 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亿几次 全国医务人员 新冠疫苗接种率超80% 说公信部消息 我国目前5G套餐用户 已经超过3.5亿户 5G套餐的单价 下降到每个G为4.4元 说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 分组抽签21号揭晓 中国女组与巴西 荷兰赞比亚 同分到F组 主教练贾秀全表示 全队从即刻起进入奥运时间 说日本神户势力王子动物园 19号宣布 原定送回中国的雌性大熊猫 蛋蛋出现心率不齐 心跳加快的症状 正在进行药物治疗 蛋蛋今年25岁 相当于人类的70多岁 其患心脏病的原因 被认为与年龄增长 运动量下降有关 蛋蛋的作戒合同 于2020年7月到期 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无法安排运送航班 如果不康复的话 也可能没有办法运回国 说中国人民银行 并于2021年4月26号 发行中国能工巧匠 金银纪念币第二组一套 该套金银纪念币共两枚 其中金质纪念币一枚 银质纪念币一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货币 说北京时间22号20点40分 天晴座流星雨将达到 其今年流星数量的峰值时刻 预计每小时有18颗左右 如果天色晴朗 我国乃至北半球各地 都可以目睹到该流星雨 绽放夜空的美妙场景 说另一场天文大戏 将在4月27号晚间上演 今年的第一次超级月亮 其中4月27号23点22分 月亮与地球最近 两者相距只有 357378千米 此时月亮的市值竟最大 只要天色晴朗 我国各地都可以观赏到 百年印记 讲述红色文物背后的党史故事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把马刀 这把马刀陈列于辽宁省本溪市 本溪满足自治县的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内 它的主人曾是著名的 抗日民族英雄 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杨静宇将军 1936年杨静宇率领部队 来到地处辽宁本溪环仁 新兵三线交界的西河掌村 有着强烈抗日愿望的 蒋家护主蒋国恩爽快地 答应了部队借助在他家的请求 自那以后 蒋阳二人以兄弟相称 蒋家俨然成了杨静宇司令部 在一次为杨静宇部队 运送粮食的途中 蒋国恩不幸被日伟军发现 纵使遭受严刑拷打 他也没有吐露 关于抗联行动的半个字 1938年年初 在率部转战吉林前夕 杨静宇特意将自己的马刀 送给蒋国恩 对蒋家抗日一举的谢意 都浓缩在这把马刀之中 英雄长眠地下 马刀见证历史 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将军马刀 承载着那种可歌可泣的抗战事 召见当地民众 对抗日制式的真挚感情 这把马刀时至今日 仍然提醒我们 唯有军民同心 才能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但是除了马刀 位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还存放着两篇作文纸 它是杨静宇将军求学时期 所写的作文 杨静宇原名叫做马尚德 生于1905年 他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 并且写下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 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多年存放之后 现在这两张纸已经泛黄 但是保存完好 字迹清晰可变 作文用毛笔书写 流畅公正 这篇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聊聊数百字 记述了一位老人 在军阀混战之中 沦为乞丐的不幸遭遇 杨静宇写道 偶见一老翁 并须聚摆 面似亡凉 文章通过描述遇见衣衫蓝绿 赤足流浪老翁的遭遇 揭露军阀混战 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 给苦难的老苦大众 寄予无限的同情 同时也表达了少年杨静宇 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担忧 深刻诉说着 对家国命运的忧虑 后来杨静宇弃比从容 用自己的生命保卫 祖国和家乡 发自肺腑的报国情怀 依然如同少年时一样 没有一丝丝改变 1940年的2月23日 杨静宇撞入牺牲 牺牲时的阳静 只有三十多岁 现如今战火的相云已然散尽 杨静宇将军的英俗士气 仍然会忘记 他的精神仍然会忘记 而他的光辉形象 也永远地倦刻在中国的 历史史册上 如今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尽 但是杨静宇的英雄事迹 人民不会忘记 而他的精神 人民也不会忘记 我们会牢牢记住你的名字 杨静宇 今天的百年印记的故事 就是这些 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述 是的 说了一下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说几个萌萌的小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 有几个小金饰品 你看一下像不像那个小猫爪 这个四个小脚趾 加一肉垫 这妥妥的猫型爪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那个年代 还没有听说 谁家伙有养猫的 这几个小东西 其实它是文物 算一算得是 2700年前的物件了 那么早 他们出土于 山西考古研究院 对周代北百俄墓地的 抢救性发掘 同时出土的好东西 还有不少 比如先期时期的 女性化妆品 和我国最早的 国酒等等 但这几个小金饰 得算是其中最萌的了 是啊 考古负责人说 整套饰品有五件 展出了其中四件 金饰背面 有一个横梁 是穿绳子用的 而这个墓主人 是一位男性 来听听下面这段介绍 这个足形金是发现于M1 M1是一个男性的墓造 出土位置是这个男性的 墓主人的腰部 当时出土的时候 一共是五件 应该是一组腰带上面的 一个配色 应该是成金的 它金的含量 比例能达多少 还没有检测 大小大概就有 小墓主指甲盖那么大 距今2700年左右 只有小墓主指甲盖那么大 那真是够秀真的 你说2700年前的男性 真的就是会把 那个猫爪的金饰 挂在腰上吗 有网友看到之后 就不淡定了 说墓主人也是一个 可爱的男孩子呢 但是考古负责人说了 在春秋早期 还没有明确的 有这个家猫饲养出土文物来佐证 所以呢 我们看它像猫爪呢 猫爪子呢 可能只是咱们现在 接触最多的是猫 那种萌萌的感觉 像猫而已 对 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 按照猫的小脚丫来做的 万一它是虎爪子缩小了 熊爪子缩小了呢 不管是什么吧 反正都是穿越时空 而来的小可爱 是啊 体会时空穿越流转 还有一个好地方 就是书 那如果您在身边 有一些小型的书呢 能够自由看书 您会去看看吗 就在昨天 有十个迷你书 亮相咱们沈阳了 迷你书都在哪啊 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书呢 我们到读书节现场去看一下 昨天 沈阳市黄姑区图书馆 推出十个迷你书屋 让图书行走到各个角落 迷你书屋是一个小屋的造型 实际上是一个书柜的功能 读者可以任意挑选 自己喜爱的图书 也可将自己读完的图书 就近放在迷你书屋 与其他人分享 让下一位爱书的人阅读 倡导文明读书 体现阅读诚信 我们就是实现呢 无借阅证 无负押金 完了然后呢 没有这个门禁的 这么一种阅读方式 也是一种心理体验 后续呢 是由志愿者团队和书店 还有市民 共同捐赠参与这么一个活动 这次十个迷你书屋 分别投放到银行 政务服务大厅 商场 景区等公共场所 逐步转变服务观念 把让读者来图书馆 变成图书馆去你身边 我就觉得看到这种形式很新颖的 挺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刚才看这本菜谱吧 我在家里就没有 然后我就在里面 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可以把这本书借回去 然后我把我的不用的书放在里面 我觉得这挺温馨的 首批迷你书屋投放了2000多册图书 书籍内容多种多样 根据借阅情况 后续将会开设更多的迷你书屋 读书节期间 黄姑区图书馆还将举办 十五场名家讲座 同时推出红传精神 抗战精神 西百坡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等 20种中国精神的专题展览 走出书屋 咱们再来认识一位 在武汉街头卖鸡蛋的大爷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照片上这位 一身朴素的穿着 一顶草帽 面前摆着土鸡蛋 皮蛋 咸鸭蛋 看上去反正就是挺普通的 反正跟其他的摆摊 卖货不一样的是 大爷从来不吆喝 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手里捧着一本书在那看 能够在喧闹的街头 看得进去书 这份专注力真的很难得 佩服佩服 佩服 看书有什么可佩服的 要是看看大爷看这什么书 那就得更佩服的 来来来 咱们看看大爷手里那书 纯英文啊 牛啊 仔细来看一下 里面还有数学公式呢 跟大家说哈 大爷看的是英文版的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也就罢了 居然还是英文版的大爷 你这真是牛啊 这么牛的大爷到底是谁呢 大爷今年七十多岁了 湖北天门人 1965年考入武汉某大学物理系 毕业之后呢 先后在三所高校任教三十多年 对啊 大爷说呢 自己卖鸡蛋和看书 都是为了打发休闲时间 平时摆摊的时间呢 就是看看金庸的小说 或者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 英文版的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 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 老爷子才是真正的学霸 难怪网友们都说 哇塞 感觉这些蛋都有了灵魂呢 嘿 Advanced Mathematics 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 七十岁的老大爷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诠释啊 其实不仅是这位武汉大爷不简单 湖北安路的杨祖芬也是活到老学到老 盈安姨今年66岁 从没有接受过正规艺术训练 但是呢 她凭借对画画的热爱 几十年如一日的俯身于画桌之上 描绘了数百幅山间 田野 静谧村庄的自然景象 去年11月 杨儿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但她说呢 就是画到生命的尽头 我也要坚持下去 是啊 还有江苏淮安的82岁老人陈道田 在得知申请驾照 取消70周岁的年龄上限之后 就萌生出了考驾照的想法 在驾考学习 一个月之后呢 一次性的通过了科目二的考试 陈大爷说了 只要努力学习 年轻人能做到的 自己也能做到 努力跟年龄 没什么差大关系 此初有奖声 大爷说的太好了 只要有目标 什么时候开始努力都不算晚 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年轻人都看看吧 看看这些大爷大妈们 都这么积极献上 那些年轻人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是不是年轻人 说你呢一帆 说说 我们确实该努力啊 但是说到学英语呢 近日江苏徐州市的 一所学校的初中部的英语老师 免费送学生们 单词俊止的视频呢 在网络上走红呢 咱们以后来看一看 就是在哈德满医院看嘛 然后就是有一天上课之前 我就看到那个 他们桌面上有那个 就有每个人都有指巾 我也比较好奇 然后我就过去看一下 我也看 就每一段的圆址上面 就是有那个单词的那个字幕 然后正面有 然后反面没有那一点 不能说 其他的那个英语老师在 就是免费送给他们 而且就知道 老师们啊 为了孩子们的成绩 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课间十分钟 上了厕所的时间 都不能够放过 而且全部都是自掏腰包 就莫名的感觉 自己就不配用俊纸吧 好了 咱们的货的话题呢 还在继续 咱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的留言啊 这一位建昌战斗的朋友说了 说走就走的话 我要去建昌的龙潭大峡谷 我觉得趁着武艺啊 赶紧去出去走走 看一看 是挺好的 还有诚意有加 这位朋友说了 说走就走 我想去江南看一看 可是一直都没能实践 我觉得武艺这个时候呢 江南也是最好的时节 可以去江南看一看 于哲爱读书说了 这么多年天天看书天下 如果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想去书天下的 直播间看一看 欢迎欢迎 欢迎 咱们这个卡座欢迎你来 欢迎大家继续 和我们来留言啊 我们一直在这一段来等你 那接下来呢 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印尼军方说 印尼一艘载有53人的潜艇 21号在巴厘岛 以北海域失踪 搜救工作正在进行 说21号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 签署了项法令 允许在特殊时期 不宣布动员的情况下 可以征召预备与人员服兵役 以便迅速为乌克兰武装部队 提供兵远 说乍德军方发言人宣布 总统戴比在乍德北部政府军 和反政府武装作战前 陷伤 于20号去世 乍德议会已经被解散 成立军事过渡委员会 由戴比的儿子领导 回期18个月 说一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韩国在家照顾孩子的 全职爸爸人数持续增加 2011年3月 韩国有3000名全职爸爸 今年1月和2月份 分别为1.1万名和9000名 今年3月 韩国全职爸爸达到1.3万名 同比增加6000人 创下1999年开始统计来新高 说南非著名旅游景点 桌山国家公园宣布 经过三天努力 公园大火已经得到控制 官方数据显示 这场大火烧毁了 大约600公顷植被 至少11栋建筑受损 6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 互动新主播热榜我来说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条 温暖的视频 在山东早庄 有一个即将结婚的姑娘 上网看到了一种粉色的外墙 觉得非常的漂亮 不经意地就念叨了一下 谁成想呢 这个不经意被老公和 这个公共婆婆是记在了欣赏 为了给姑娘一个惊喜 大家一起动手 把家里及附近的整条街 都重新粉刷 虽然说最后的成品 偏这个装红色 和姑娘喜欢的粉红不太一样 但是姑娘还是特别的高兴 她说这种被偏爱的感觉 一辈子都会记得 我觉得能够嫁心这么温暖 又爱的家庭 真的是非常的棒 愿每个姑娘的公主梦 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好了 互动话题呢 还在继续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和我们来互动啊 是啊 公主梦也得公共知识啊 是吧 现在下我们就来 来说说养生哈 说最近这些年呢 有不少人都会把炮脚 做养生的方式 那有些人可能在家里 会准备了多功能的 各式各样的炮脚筒 有些人呢 会选择去外面 专门的足运店 我这个小抠 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边泡 那个舒坦呢 尤其是省钱 那个我怕在外面泡脚呢 万一得了脚气 那你不得配那个塑料袋吗 为什么呀 这不懂了吧 就在外面不是担心传染吗 操上一层塑料袋 一只脚一个不就得了吗 然后你在注那个泡脚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这个顾客们 直接在同一个桶泡脚 也便于上家清洗啊 有经验 对对对 我看综艺节目 演员王俊凯 就是这么操作的 还上热搜了 不难看出呢 王俊凯先将双脚套进塑料袋中 再伸进了装满热水的塑料桶内 开始所谓的泡脚了 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试试 我才不呢 我这个 这是泡脚吗 这不是泡塑料袋子吗 那脚也没接触到水啊 这个 对网友也在说 说这难不成是在蒸脚吗 这样的操作有用吗 你把牛塑料袋封上 蒸完之后那什么味啊 医生提示 本人塑料袋套在泡脚土上 泡脚呢 并不提倡 这样呢 给脚套着塑料袋呢 再伸进泡脚桶里 就更是无效养生了 外面的足异店 或许是考虑到 大家的心理上 怕有交叉感染 也只是一个权益之计 如果不是使用级的 或者是可降解的塑料袋 遇到高温 还有可能会释放毒性物质 不你关键的塑料袋 套着不闷的话吗 那脚气都容易出来 不利于气血的循环 那到底怎么样泡脚 才可以起到保健养生的作用呢 专家建议了 泡脚呢 不是洗脚 首先温度要够 一般呢 是42度左右 不宜超过45度 还可以放一些中药在里面 泡20到30分钟最好 您最好 泡的那个脚背 微微发红 人的后背 微微发热 微微的出点那虚汗 这样才能起到 一个泡足养生的作用 看见没 这都是学问呀 嗯 说了一下 咱新闻继续吧 说最近啊 有一段温暖有爱的 医生茶房的视频 打动了很多人 给大家看一下 画面当中呢 有一个两岁左右的 小男孩 穿着白大褂 戴着听诊器 就是有模有样的 跟在医生的后面 在病区当中在查房 一个大手 牵小手的画面啊 真的是萌发了大家了 这段视频呢 拍手于陕西西安安 中医院 脑病医院 画面的笑眯眯的 小医生叫涛涛 他其实是医院一名 小患者 涛涛今年只有两岁 40多天前呢 因为发烧 出现了抽搐 惊觉等症状 一度生命垂危 被确诊为 病毒性脑膜炎 那回忆起刚刚见到 涛涛的情形的 医生说呢 孩子刚来的时候 意识不清 生命体征微弱 眼看着眼前小小的孩子 这医护人员啊 都感到揪心啊 经过悉心的治疗 涛涛的病情 逐渐好转了 小家伙很是坚强啊 就连主治医生都说 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两岁的小孩 面对治疗 可以那么坚强 医生经常会 鼓励涛涛说 涛涛加油 长大了 咱也当医生 涛涛也特别喜欢 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 于是呢 涛涛的妈妈 给她买了一件 所谓的小白大褂 满足儿子 当医生的心愿 于是就有了 我们看到的 涛涛像模像样的 穿着白大褂 带着听诊器 跟着医生叔叔 大手拉小手 一起查房的画面 小家伙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太可爱了 经医生评估 现在涛涛的各项功能呢 已经是与童年孩子无异了 出院这一天 涛涛的妈妈 为医护人员送来了 紧急表示感谢 而一旁的涛涛 向医护人员 深深的鞠躬致谢 这一幕也打动了 在场的所有人 如今涛涛已经出院了 很多网友 看过涛涛的故事 也纷纷为她送上了祝福 说医生们 在小朋友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 等以后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是啊 真的希望今后有机会 叫她一声 你好呀 涛涛医生 说天下 咱们新闻继续 下边这事儿 也挺温暖的 自己家孩子 被别人给接走了 能放心吗 这要是猛的疑问 还真有点懵 但是您要是问 沈阳市审核区 万联街道 清泉社区的孩子家长 肯定都会一口同声地说 何止放心 简直就是暖心 是的 而且居民们还亲切地称 接孩子的群体为 四点半爱心妈妈团 今年一本放选了 起 什么 下 小明年一本 起 什么 下 老师 再见 今年70岁的高桂华 是沈阳市审核区 万联街道清泉社区 四点半爱心妈妈团的 发起者 每天放学时 老师的一声口令后 高桂华的工作就开始了 和这些孩子们 非亲非故 为啥要接他们 说起这个事儿 还要源于一次劝架 咱家楼上 有一个小两口 这小两口吧 上班吧 到挺远 工作特别忙 完了就用给接孩子吧 发生口角 往我就上楼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们俩吧 不用愁 我个家带着吧 也没啥事 接孩子这事儿呢 我就承担 我就负责接孩子 一次劝架 揽回了个差事 高桂华考虑到 没时间接孩子的家长 不占少数 他干脆找到社区 说出想法 组建个团队 专帮这样的家庭 接孩子放学 高桂华一干就是十一年 高桂华一干就是十一年 高桂华好 好 男孩好 男孩好 现在我们点一下人数啊 大宝 文费 宝费 文费 从学校出来 送孩子到社区 妈妈团的服务 除了接孩子 还有管孩子和教孩子 十一年来 社区志愿者 学生家长 老师 纷纷加入妈妈团 帮孩子辅导功课 还开设了书法 围棋等兴趣班 一开始的是 高桂华带着他小伙伴们 一共四个人 当时是接送三个孩子 然后现在发展到现在呢 已经有45名志愿者了 孩子已经接送 近十一年 已经接送到八千多余次 如今 爱心妈妈 接送别人孩子呢 是引发关注 非常的暖心啊 下面呢 咱们要说的这位爸爸 因为推着自己的宝宝 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说前两天呢 在河南郑州 举办了一场马拉松 来自保定的选手刘先生啊 跑完半程 是一共用时 一小时29分钟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不过呢 之所以引人关注的 不是因为成绩 而是他的陪跑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的 稍微快一点 因为前面常是向阳 我是怕是 善着孩子 到后半层吧 就是把速度稍微转了一点 更多对吧 让孩子感受一些 赛照的风格 那孩子在家的马拉松 其实一直就有这个想法 正开马拉松这赛照吧 比较平坦 而且吧 玩也比较少 所以觉得挺适合 在他去我们自己家的孩子 我是最了解的 慢了他会很不开心 而且我们这孩子 是喜欢热闹 就是我推着越快 而会挺开心的 注意的观众啊 还都挺热情的 而且孩子一直也在互动 其实呢 对于刘先生的举动啊 网友们是态度不一 有网友表示呢 这个爸爸陪伴孩子的初衷很好 也有网友表示啊 这个方式有点危险 毕竟现场的人很多啊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来看呢 手机互动品牌 咱们继续啊 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网友一只小羊说了 去哪儿得看当时的心情 高兴呢 就去一个碧海蓝天的地方 不高兴就去一个 幽远深邃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啊 还有网友天生爱吃辣说了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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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要去这门景点 走些串巷 体验成都的特色小诗 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 重的话重复三遍 好了咱们的互动平台呢 还在继续 我们在这儿等你来互动 接下来呢 是新闻速度120秒 说最近网友晒得毕业照火了 他无意间翻到了 妈妈的中学毕业照 发现这毕业照 却像是全家福 照片上不仅出现了 妈妈爸爸 甚至连爷爷都出现在了照片上 妈妈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这是一个教师世家 爸爸和妈妈 爷爷都是学校的老师 爷爷当年教过妈妈 看来这一家人的缘分 早就开始了 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可能你还真不知道 世界上有些马要比骆驼大 产与英国的夏尔马 抬头能有2米到2.3米高 头体长也在3米以上 体重都在900公斤以上 就是骆驼也比这种马小一号 夏尔马曾经是战争中 用来运输的重要战马 目前在英国的夏尔马 只有3500匹左右 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说这位老哥 感觉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容易不开心 就发明创造了一把 让人快乐的椅子 他焊完椅架弄椅背 在椅子的底部和椅背上 有一个类似 痒痒囊一样的东西 这两个位置对应的 就是人的腋下和脚底板 只要启动机器 这机器手就会开始挠痒痒 让你发出开心的笑声 网友说了 还没等挠 我就想笑了 看老哥这发明 就是一种解压 说韩国的莫莉和艾米莉 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两个人出生之后不久 就被美国的两个家庭分别领养 从此再无交集 直到36岁时 两人不育儿童地想要了解家族史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做了DNA找到了对方 而在这之前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 两个人都养猫 甚至在毕业舞会上 还穿了相似的衣服 做了相似的发型和造型 目前姐妹俩还不知道 为什么会被领养 他们计划一同富含 了解事情原委 真是割不断的亲情链接呀 中文下欢迎回来 再来说回今天的互动话题 如果说可以说走就走 大家最想去哪呢 咱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的留言啊 网友心里住个小公主说了 去哪无所谓 风景够美就行 毕竟夏天来了 我就是要穿上美美的小裙子 拍可可爱爱的照片啊 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加一句 去哪无所谓 跟谁去最重要啊 来网友小小摄影师说了 我要一路向西去大理 感受大理的慢生活 如果可以 还会带上专业的相机 记录一下旅行中的小美好 我觉得带个手机就可以了 这些相机可能背一背 你就觉得还挺麻烦了 网友打工小明说了 在参加工作之后呢 很难有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要么就是没时间 要么就是那阶段没钱 总之想要计划一场旅游 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念想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从工作到现在 我也没有怎么去出门 说走就走的旅游呢 网友金银花泡水说了 如果问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 我肯定会说是云南 想去丽江古城 看看那街镇的古色古香 体验火把节 去四方街吃特色小吃 夜晚的古镇酒吧 想喝两杯 我觉得去云南 是不是提前 应该算一算 哪个季节是最好的呢 到时候策划一下啊 网友红心火龙果说了 旅行也不能冲动 曾经有一个裸色的朋友 拿着打工攒下来的 两万块钱到处去游玩 后来呢钱花的差不多了 想到生活已无着落 我希望你能够帮你